这是聂风明月与独孤一方的终极一战 独孤一方作为无双城的城主 就连熊霸都要忌惮三分 武功自然是远超常人 聂风和明月两人联手 竟然也不是独孤一方的对手 被独孤一方一掌击败 独孤一方正要乘胜追击之际 无双阴阳剑感受到两人的浓浓爱意 散发出金色和银色光芒 吓得独孤一方连连后退 随后无双阴阳剑猛地飞上半空 聂风和明月不由自主紧随其后 这便是传说中的剑法之神 绝世合击剑法倾城之恋 只见无双阴阳剑碰撞在一起 顿时一道金色的闪电直冲天际 在空中书写出倾城之恋四个大字 独孤一方和断望等人见状 纷纷被这神奇的一幕震撼 愣在原地迟迟没有动作 倾城之恋爆发出无数的剑气 让无双城的弟子死伤惨重 就连独孤一方都难以抵挡 可明月的姥姥太过于衷 竟然主动飞向独孤一方 替独孤一方当起了挡箭牌 这就导致明月心神大乱 无法继续施展倾城之恋 无双阴阳剑也突手而出 可独孤一方不仅没有心存感激 还一掌将姥姥打飞出去 明月接住重伤垂死的姥姥 希望姥姥能够原谅她 石骨不坏的姥姥 竟然临死也不愿意原谅明月 明月见姥姥惨惨死 当即寒怒出手攻向独孤一方 却被独孤一方一掌打飞出去 落向了竹林后的万丈悬崖 聂峰想要挺身相救 却根本无能为力 明月担心自己死后 聂峰会为她殉情 因此嘱咐聂峰 除非见到她的尸体 否则就要好好地活下去 聂峰悲伤过度 双眼突然变成了血红色 整个人杀气腾腾 势不可挡 独孤一方化身最强解说员 说出北影狂刀涅架有祖传风血 一旦发作将会引发 不可思议的超能力 眼见聂峰提着无双 梁剑步步逼近 不信邪的独孤一方 不断挥出掌力 可处于霸体状态下的聂峰 对这种攻击 已经完全免疫不痛不痒 吓得独孤一方惊慌失措了起来 聂峰恢复理智之后 带着独孤一方的人头 以及无双两剑回到了天下会 将两件东西放在了熊霸的面前 这让熊霸心中无比震惊 不由地猜忌起了聂峰 聂峰儿的武功 是敌不过独孤一方这个老贼的 他是怎么办到的 叶峰杀了独孤一方后 以无双城为首的势力束导狐孙散 争先恐后地向天下会表示臣服 熊霸自从收了风云为徒 十年时间完成了他的野望 终于做到了一同武林 这正好应了他上半身的批炎 精灵启示池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现在时机已到 熊霸迫切想要知道他下半身的批炎 于是命令闻丑丑去请尼菩萨 闻丑丑却表示有些困难 还表示买车不知道怎么选 那就点击左下角打开董车地 首页点击排行榜 里面有汽车的销量 降价实测榜等榜单任你查看 非了解哪台车又便宜又好 要买啥车 看看董车地排行榜就知道 听说啊 这尼菩萨陷了太多天机 遭了天遣 得了怪病 领上长了烂窗 每天必须活活 帮他吸取毒汁 所以拆过传闻说 遇找尼菩萨 必先得祸好 想找尼菩萨逆天改命之人 妻子一个野心勃勃的熊吧 断浪失去了独孤一方这个靠山 也打起了尼菩萨的主意 他经过明察暗访来到清凉寺 找到了火猴的主人布虚大师 想要抢夺火猴去找尼菩萨 因此与布虚大师展开了巅峰对决